孕于一个小生命是神奇而伟大的,令人心事向往。 可是,无数影视剧里,关于生孩子坎底九死一生的描绘,还有周围的孩儿他妈妈的恐怖回忆复述,都让众处在被孕期或即将卸货的你,内心充满了不确定的恐惧。 作为一个过来人,代数妈妈经常会遇到孕妈妈,一番轰炸式的提问,分娩到底有多疼,生孩子要用多长时间,分娩时怎么做,才能让孩子生得快,疼得受不了,可不可以抛妇产,有没有不同的生孩子方式,顺转抛,是怎么个情况,投胎抛,二胎能顺吗? 其实,我们对于分娩的恐惧,往往来自于对分娩的未知,生孩子就如同上战场,一味的恐惧,只会增加您的痛苦,对于分娩却没有丝毫的益助,即将了解分娩的相关知识,做到知己知彼,方法百战不大,如果您是一头雾水,懵懵懂懂就上了战场,就很容易进入一些误区,这不仅让您被食费力更痛苦, 还会增加分娩的风险,将您和孩子置入危险之中,临床上这样的案例就有很多,目区一,肩虹,肚子疼,就是要生了,虽然肩虹,腹痛,破水是临产前的三大信号,可是这信号也分真假,闺蜜前两次的情况,其实叫做假性工作,假性临产也会出现腹痛,肩虹,再加上孕妇原本就敏感的神经, 就很容易将其物认为临产信号,但假性临产不会导致公口开大,所以并不是真正进入到产存的状态,也就不需要入院,所以,正确认识分娩的真正信号,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了,可以大大节省您的时间,精力,财力,甚至是避免意外的发生, 要知道,临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,那就是,破水,破水的情况,虽然不是所有的孕妈妈在家时都会发生,有的产妇直到公口开拳,也不破水,但破水一旦发生,不论有无公缩,有无其他灭产先兆,都要赶紧入院,尤其是有臀位,抬头高服,整妈妈更要谨慎, 临床上曾多次发生过因为整妈妈的失误,而导致膝带脱水的暗力,大量量水的流出把膝带冲出来,膝带脱水是一种很危急的妊娠病发症,对胎儿危害极大,因为自宫胸缩食,膝带在胎心路,与恨壁之间受挤压,是膝带血液循环受阻,胎儿缺氧,除血流完全阻断超过7到8分钟,胎儿会迅速窒息, 导致胎死功内的可怕结局,所以,在分年前,您非常有必要学习以下知识,一,了解胎儿入层的感觉,随时为待产做好准备,三,了解破水的感觉,以及破水后第一时间的应对措施,误区二,生孩子时大喊大叫,可以减轻痛感,或许是大家踪影视剧的毒太深,总以为生孩子时就应该大喊大叫, 以为叫出来就没那么痛了,其实效果恰恰相反,医生护士的态度问题,咱们另当别论,可处罚点确实真的为您好,一方面,产夫大喊大叫,往往会吞入了大量气体,引起肠管瘴气,产夫就不想吃饭,或者不能正常进食,脱水,呕吐,排鸟困难等症状,也会接踵而来, 涨气的肠管和增大的膀胱,会影响抬头的下降,子宫收缩也逐渐变得不协调,从而造成产生的停止,另一方面,大喊大叫只会白白浪费您的体力, 如果医生不加以迅速,产夫很可能还熬不到宫口开拳,就已经拼疲力尽,在第二产程时,就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增加负压也免出胎儿,结果可能就变成了难产,只能睡转头了,生孩子那么疼,又不让喊,到底该怎么办,生孩子疼是一定的, 但是,我们也并非拿疼痛一点办法都没有,学习拉玛泽呼吸法,在产生的不同阶段调整呼吸状态,可以有效减轻疯免的震痛, 学会正确的用力方式,可以让生孩子的过程变得又快又省力,实在受不了,我们还有无痛疯免这一疯免神器,可以减轻大部分疼痛感, 看,这么多的方式,总有一款能帮你减轻疼痛,但作为当事人,每位准妈妈在分娩前,都应该了解这些知识, 一,客观认识分娩痛,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,二,了解在分娩的不同阶段,产父都会经历什么, 三,学习拉玛泽呼吸法,学会正确的呼吸方式,四,了解顺产分娩的正确姿势, 四,学会正确的用力方法,五,了解,无痛分娩,帮您关键时刻做指责, 一,顺三,顺产太疼了,我还是po吧,因为怕疼,而选择超复产的妈妈有很多, 但真正po了之后,想必又有一番心酸泪,各位过来人超复产妈妈, 给出了饱含血泪的答案,如果您是因为怕疼,而选择了超复产,那可真是大大的失策, 因为痛复产也有诸多痛点,首先,高复产会在您的肚皮上, 开一个十厘米左右的大口子,虽然手术过程中有麻药这个灵丹妙药, 您感觉不到痛,再一大麻药上火过去,这个刀口痛就会迅速袭来, 一手术当天晚上最为炙烈男人,在刀口愈合之前,别说哺乳孩子了, 连用力咳嗽,解大便都不敢,这份罪可够您糟的了,不止如此, 特复产后还要压肚子,有些妈妈将压肚子比喻成产后畸形, 按压子宫时,除了直接接触伤口罢,还会先来腹壁切口, 再加上妈要开始失效,这酸爽,小小就知道, 所以,因为怕痛,而想要选择胖腹产的孕妈妈, 此时只能送你们一句话,逃过了分辨时的痛, 却难过分辨后的钱, 但来这胖腹产,也不是为了避开分辨痛而存在的呀, 它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的无奈之策, 正是因为胖腹产的开产应用, 才大大减少了胎儿和产妇的死亡率, 所以,这波公产手术,可不是随便就做的, 必须在准备了规定的胖公产指针, 才能进行胖公产手术, 无论是一胎,还是二胎, 关于胖公产, 这面前,妈妈们都应该知道这些, 一,了解胖公产的指标, 那些情况必须胖公产, 二,了解胖公产的手术流程, 减少心中的恐慌, 三,了解顺转高的原因, 关键时刻不纠结, 四,投胎胖素产的妈妈, 要清楚再次怀孕的风险, 以及要做好的准备措施, 但是妈妈有话说, 分娩是女性人生中的一件大事, 在分娩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, 稍有不慎, 可能就会徘徊在生命危险的边缘, 作为今时代的女性, 在分娩前学习相关知识是很有必要的, 不仅能减轻我们在分娩过程中的焦虑和痛苦, 还能就此养成学习型妈妈的好品质, 毕竟日儿先欲击, 只有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妈妈, 才有能力被孩子的人生保驾富航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